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还有将炸过的杏鲍菇撒上肉桂盐粉并且抹上酱油膏 那个独特的滋味让人是想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呢 多年来积极投入志工的林美丽 总是能在大小活动当中看见她认真付出的身影 现在新宿外健康对单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高雄林亚区真强又慈悲的林美丽 师姐 师姐您好 大家好 全国的观众们大家好 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可爱的美丽妈妈 你想说 好美丽 对不对 然后一定很难想象 看她这样子那么庄严 这么高贵的这样子的一个仪态 你很难想象她曾经吃过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家庭的日子 对不对 对 可是呢 她的气质呢 并不是因为环境的这个辛苦而受到影响 她的气质是因为她真的读了很多书 她很会读书 很厉害她读耶 对吧 看到了 以你的年纪来说 像当年在高雄 我们都是初中的那个阶段嘛 对不对 在高雄是保送 不是考联考 是保送进入高雄的 逝女中耶 高雄逝女中就等于我们 好像中山女中啊 或者是那个北渝女的意思一样 然后后来又是进入了是神 是考上神 神女 你看 所以很会读书的孩子 但是却因为家庭的关系 没有办法到台北去读更好的学校 可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却让她因为在这个坚强的状况之下 就变得很有勇气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美丽师姐呢 就要来跟我们分享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高雄的气暴 是全世界都在关心 而刚刚好就发生在你的 我们的社区 你看 这要有多坚强的心情 跟多大的慈悲 才能够每天每天要来面对 也就是我们的 慈祭的师兄 师姐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慈悲心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请 美丽师姐跟我们分享 那么今天你做的料理是什么 就是前面这道菜是 凉拌 蒟蒻 蒟蒻 还有杏鲍菇 杏鲍菇 然后另外还一个也是杏鲍菇 对对对 因为杏鲍菇的那个 就是吃法很多种 好 那这个是 如意杏鲍菇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凉拌蒟蒻蒻蒻菇 还有如意杏鲍菇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凉拌蒟蒻蒻蒻菇 材料有杏鲍菇 材料有杏鲍菇三根 蒟蒻半斤 小黄瓜一条 红辣椒一条 姜少许 柠檬一颗 调味料有 盐少许 香油一汤匙 肉桂粉适量 如意杏鲍菇 材料有杏鲍菇适量 调味料有盐两匙 酱油高适量 肉桂粉一匙 那我就先切蒟蒻 好吧 你先切吧 蒟蒻要切丝 你是爱讨厌对吗 你爱读书 我从小的愿望就是要当老师 到高中毕业要考大学 那一年就是我父亲他 从监狱回来 他就是吸毒 我家是三重谱 三重谱就是黑社会的那个 所以很容易 他很容易接触到 你是说你娘家 我娘家的爸爸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容易接触到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断对不对 没断 那个不会改 就是 就是持续这样一直 因为你在那个环境 所以他进出... 对 进进出出这样 可是你那时候已经在高雄 是因为跟着妈妈 因为我小时候 大概六岁的时候 我那个小弟弟 他小妈病在流行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期真的 他这样就不能走啊 对 然后就是出入都是我在背他这样 这这些真的是... 那你要...就是要医治他 以前也没有健保 以前我妈妈可能就是在工厂 那赚那个钱很少 不够 我们生活或也不够医治弟弟 所以有人介绍到酒家商丹嘛 就这样 是可以赚得比较多 这样让弟弟去治病啊 是 妈妈辛苦啊 对啊 妈妈很辛苦啊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后来他到... 转到高雄来上班的时候 就顺便把我们接过去这样 那可是后来以你的成绩 应该是到台北去念... 又想当老师去念师范大学 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时候 高中的时候我爸爸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就是... 回复他以前的那一种 就是他虽然没有吸毒 对不对 但是他就开始喝酒 就喝酒 浪子的 浪子个性还是在 对... 喝酒啊 然后就是伸手就是要钱 是... 对啊 然后我妈妈就是 常常会被他打骂这样 那家里面就是... 家里面就是等于我们就是很... 没有办法 大家孩子们心情都不好 是 真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心想要念书 所以你当时那个环境 你也没有办法不安心到台北 对 因为要烫吗 对 好 我来放下去 好 其实那样也就放弃了 因为这个很现实的 第一个 你开销会很大 第二个 不放心 不放心 妈妈 我相信这个是女儿的心情 那在高雄念什么 师范学学院是不是 对啊 未来是朝老师的方向去发展 就是念夜间部嘛 然后白天 还要工作 白天去工作这样 好 来 再交给你 好 这个就把它汆烫一下 其实当成老师也不是原神家庭的问题 是你先生没有很支持 对 那个时候我结婚 我先生就说他要做生意 其实以我们那个年代来讲 做生意是可以卷较多的 对 对不对 对 这真的 这也是很现实的 我现在要帮你换什么锅 油锅 油锅 好 开火 好 先大火 好 先大火 好 现在蒟蒻里面已经调味了 对 放了什么 盐 盐吧 放了盐 好 好 然后就先给它摆在这里 对 好 再来呢 再来就是姜丝 其实这个我们也要 要不要请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好像不是用切的 那我示范一个 好 来 我用叉子 用叉子 第一次看到用叉子 这样下去 这样子 那它那个大小差不多 然后口感也会比较好 这个 第一次看到是这样 好厉害 先用叉子把它刮 来 来 剥 这样剥 你这样它的感觉 你看 这样一丝一丝的 这样子剥开来是不是 对 然后再把它剥一丝一丝的 好 太棒了 其实你先生为什么会 会叫你不要当老师做生意 因为他也是做生意的吗 我们做那个是保利荣的生意 那个时候先生是说 你如果去上 去教书 那我们家里面还是少一个 就是说可以一起 对 就随顺应援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调到中火了 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它怎么炸了 好快 很快 所以说你看陪着先生一起做生意 这也是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缘分 对 可是还有更让人没有办法去预料到的缘分 那是一种无常 对 他就突然直接 我们大概夫妻有十年 然后他就觉得说他的肚子不舒服 肚顶肚子 然后就去检查 就是高雄没有找到病因嘛 所以我们又到那个 到台北 朋友介绍到台北的玛节医院去 好 再继续 再继续做检查 对 那现在我们还要再炸对不对 用油锅再把我们这一个 那这一根先等一下我来切 这个先下去 好 这个 这个油锅小我们只炸两个 好不好 吃饭两个 然后这个我趁热 这里是肉桂粉跟盐 然后我要 我已经把它调好了 因为用这个的话比较好用 大概是盐两份 然后肉桂粉一份 二比一好 对对 那本来如果你用这样的话 会比较不均匀 所以我们用这个盛 这个瓶子把它装在一起摇一摇 比较均匀 对 那等一下我们就先把它 第一次 第一次吃到肉桂盐 这样撒比较均匀 拌一拌 好 我来拌 好 你这可以再加一点 好 我再看看 这个快好了 那那边也快好了 对不对 好 来 好 这个味道就是由自己来决定了 对不对 我还是撒上刚才的那个肉桂盐 对 肉桂盐 对 撒一撒 再撒一点 好 然后有酱油膏 这个是那个蚝油就好了 蚝油 好 我们把它 这个 我们也吃过那个是叫做芥末盐 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芥末 也可以 这个其实就好了对不对 对 就可以等一下切了 对 可以切 好 那我们现在先放在旁边 然后你要不要切一个这个形状 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好 它旁边要留大概留一个空隙 不要全部不然等一下它会断掉 好 好 但是比较大比较不好 这样 好 然后就再来这样 就这样子两面都切了 对对对 好 刚刚我们了解到这个是这样子的切法 然后这个部分算好了 现在就要来看这个部分了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这个部分现在先要怎么处理 我等一下就是我们再来切小黄瓜 那小黄瓜是之前先有用那个盐 给它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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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洗了 好 然后就再切成什么 切丝 切丝 好 其实真的艰苦之福 虽然说在高雄的气泡 多少多少的人是在瞬间的那种无常 是更回想起来比你当初所面对的 还是更让人错愕跟惊恐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无常 那是惊恐 对对 赶快启动那个一个联络的系统 像我有在带池大的那个益德会 那我们的那一班的那个孩子 也特地来就是参加这个送餐 对 其实送餐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很大 很大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路都坏掉 那坏掉的话我们要绕路 要绕很大 很大一圈 对对对 绕路 绕很远 而且也没有办法有车子进去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 因为一箱纸箱里面大概装个三十个便当 那太重了 很重 那师兄就是扛在肩上这样 三十个便当师兄是这样扛 扛的 因为蛮重的 然后那个像这一次其实这个姻缘 我们那个有一些会重 本来就是说他对持续有一些误解 他觉得说你自带都叫外国都不叫台湾 那这一次因为他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送餐 关怀 关怀 持续不断的 对对对 持续不断 然后他就觉得说他错了 他就是要改变对我们的一个看法 然后也投入 投入志工 甚至就是加入会员 很多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都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调味了 对 拌在一起 刚刚在分别处理之后呢 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你要用哪一个 这个比较大 好 可以 你用那个大的 然后把它拌在一起 那么这个我就可以自己切来吃了 好 听 我已经刚刚都听说了 听说有人已经尝过了 说 很好吃 这个杏鲍菇 像有时候我们那个花蓮的 我们也有送过去 花蓮的医疗志工 要感恩那些医师嘛 我们也送过去 然后大龄医院 大龄医院他也是喜欢吃 我们有送过他 所以他喜欢 然后有一次 上一次没多久之前 他们办那个素食推广 好 他也是请我帮他做这个 好好吃喔 好吃喔 好美味喔 整个滲到进去 好好吃喔 不得了喔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是加香油 还有等一下我们这个是柠檬汁 好 好 我不不及待 这个拌好就可以吃了 对不对 对 马上可以吃 好好吃喔 真的人家没骗我 他们刚刚就跟我讲说 这个真的好好吃喔 然后这个 你可以吃凉拌的 对不对 对 这个怎么会这么好吃 然后这个拌好以后 可以放冰箱里面 对对 它都可以放几天这样 对 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凉菜 像这个杏鲍菇 我们就是买来的时候量 比如说你买一包吧 你吃不完 对 你先把它炸起来了 炸起来了之后 就是把它用那个塑胶袋包好 放在冷冻 然后你煮面的时候丢两块 或是你要再来烤箱烤一下 也更好吃 你是说像这样吗 这个可以做起来 放冷冻 冷冻 炸起来 先炸起来放冷冻 但是它还是会外表这样QQ 里面是这样软软嫩嫩的 对 一样可以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这样子 这是比较清爽 这个杏鲍菇 这样拌下去也是 好好吃 好棒 今天我们听到 我们美丽师姐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真的觉得很感恩 也很感动 然后这个食物也是更好吃 感恩你 谢谢 给我们有机会 好好吃 凉拌蒟蒻杏鲍菇 做法是蒟蒻切丝之后汆烫 起锅再拌入少许的盐备用 将杏鲍菇先用叉子化开 再剥成条状 接着放入油锅中炸至微黄 起锅之后撒上调匀的肉桂粉和盐 小黄瓜 小黄瓜 红辣椒 姜切丝 将所有的食材拌入香油 柠檬汁就可以了 如意杏鲍菇 做法是杏鲍菇切拌之后 再切腰花 接着放入油锅炸熟之后 起锅撒上调匀的肉桂粉和盐 再抹上酱油膏就可以了 为在高雄宁雅区的星光码头 又成为海洋之星 近年来因应政府政策 逐渐改为观光型码头 而筑立在园区内的喷水池 和获柜艺术 因为独特的造型 成为了此地有名的经典 当然啦 来到了这里 不仅是欣赏风景而已 我们也要来尝尝看 林雅区当地的美食啦 在人来人往的市场里 你绝对不能错过的 就是这家馒头 乌鲁是黑糖的 芝麻 坚果等等 口味通通都有 种类是相当的丰富 很好吃啊 它的东西 那个材料都是真实的 真材实料 它们就是很Q 很Q 那个口感就很好啊 所以我们都 几乎都常来买啊 我们早餐都是吃这个 这馒头最大的特色 就是强调健康跟手工 来自荷兰的李昌梅 他承袭的爷爷 做面点的好功夫 并且研发各式各样的口味 下次啊 这三色地瓜馒头 就是他的创意之举耶 赶快来看一看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诀窍呢 这三色地瓜馒头 顾名思义就是用了红肉 和黄肉地瓜之外 还加入了富含花青素的紫地瓜 开始我们刚刚做的时候 就是用另外两种地瓜 后来我们有在网络上有看 他说那个紫色地瓜就是比较高营养啊抗癌 然后他说它有18种氨基酸 我们想说这么好的食材 我们也何不把它加进来这样子 将地瓜切成富有口感的丁状 在和蒸熟的紫地瓜一起霍入面团当中 并且仔细地揉出漂亮的紫色 这个时候老板娘她强调了 揉这个面团也是有技巧的 我们在就是揉这个手工馒头的时候 手背不要离开这个腋下这边 就是不要离开 然后用推的 用推的面团慢慢这样前进前进 这样 它就在化效过程中 它这样就是在帮助它化效 用手的温度下去让它化效这样 但是老板娘啊 这面团要揉到什么程度才算OK呢 揉到三光就手光面盆光 盆子光面团也光 然后拍起来声音就这样 这种声音 虽然有用搅拌机先基础的和面 李昌梅还是坚持每个面团都要亲手揉过 她说这机器永远比不过手工的滋味 机器揉起来 它的面团就是比较软 比较烂一点 手工揉起来就会比较Q 比较弹牙 做起馒头来 头头是道的李昌梅 说起当初会开始做馒头 其实是为了女儿 因为小女儿一出生就患有心脏疾病 为了孩子 她跟先生结束深圳的工厂 回台专心照顾女儿 并且亲手做健康料理 我们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目标 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我女儿的原因 就觉得说 真的你家里有一个说 身体比较不健康的小孩 你在照顾起来 真的很累 所以希望说 大家都能吃得起健康的东西 然后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这样 李昌梅希望分享健康的这一念心 这两年来 借由她的养生馒头 也传达到了顾客的心理 因为他们家的馒头 就是手工的吧 很养生 非常的养生 所以每个都会常来买 不会脏气 小昆梅很喜欢吃 它的口感就特别Q 它不像是那个机械的 机械的那种蓬松不好吃 可是它的是那种会有Q弹的 这三色地瓜馒头 罩着一层漂亮的紫色外衣 一头包裹着营养满分的地瓜 那自然的香气和Q弹富有嚼劲的口感 真的是让你吃了没有负担 观众朋友 下一回你也可以来尝尝看 这个健康的手工馒头 我可以来尝尝看 这个健康的手工馒头 我可以来尝尝看 这个健康的手工馒头 感谢观看 就是说